职场失忆情场得意 男主雷鹰被开除勇者队伍 却亦万邂逅最强种族猫灵娘 从此告别苦逼生活走上人生巅峰 雷鹰作为训兽师 能与各种动物递结契约 从而使忆他们 虽然他不擅长战斗 但作为勇者队伍的意愿 总是以自己的方式 支援着同伴进行残酷冒险 但在同伴的心中 雷鹰只是队伍的绊脚石 不仅无法给敌人造成伤害 还总是给大家增加麻烦 能做的事只有驱使动物探索 和搬运行李 如今队伍已不再需要他 队长直接当场将其开除 看着大家冷眼相待 雷鹰这才明白自己是怎样的存在 将自己的装备以及旅费留下 与同伴们彻底断绝关系 回想起昔日同伴的言行举止 雷鹰明白大家并未对他有所期待 而是一开始就没有将他当作同伴 正在雷鹰黯然伤神时 镇上的小孩来到他身边 请求再次为他们表演训练 雷鹰对着老鹰缔结契约 时宜他给孩子们打招呼 见识到雷鹰的厉害后 孩子们放弃勇者梦想 想要成为训兽师 只因勇者在看见平民出现 就会露出厌恶的表情 而看见贵族则会笑脸相迎 雷鹰这才知晓曾经对人 在镇鸣的心中有多差距 但他却因性格温柔 总是陪孩子们玩耍 深得孩子们的喜爱 为其建议去成为冒险者 雷鹰刚失去打倒魔王的目标 便决定成为冒险者来到工会 前台少女为雷鹰详细介绍后 得知雷鹰的职业只是训兽师 则让他千万不要勉强自己 看着雷鹰坚定的决心 少女不再阻挠给予测试 不成熟的冒险者不断让委托失败 就会损失工会的心理 如果无法完成基本的测试 就不会得到工会的认可 雷鹰虽只是普通训兽师 却还是轻松击败哥布林 拿到其体内的魔石 也就在这时 森林传来少女的呼救 正是让冒险者畏惧的魔虎先生 自己也被魔虎拍风 雷鹰深知不敌对方 但还是选择吸引注意力 为少女争取时间逃离 谁知少女竟凌空跃起 使用最后力量秒沙漠 也让雷鹰震惊不已 是心动的感觉 眼看少女就要摔倒 雷鹰上前将其抱住 随后拿出鞋带的食物 给饥饿的少女享用 等到少女吃饱喝足后 也对雷鹰做了自我介绍 他来自冰临灭绝的最强种猫灵 因为觉得隐居深山的生活很无聊 便踏上旅途游玩世界 然后再次被雷鹰救抢 在说完自己的经历后 奏开始询问雷鹰的故事 也让雷鹰感觉不可思议 本是回想就很讨厌的事 却能对奏全盘拖出 虽然雷鹰在勇者队伍毫无作用 但奏却认为雷鹰十分厉害 训兽师的才能非常重要 他在看见雷鹰的瞬间 全身仿佛被电流流过 猜想雷鹰能够使用他 随即询问雷鹰的意愿 而雷鹰的内心也想到 如果能够使一最强者 就不会再发生任何残局 为了宇宙的关系变得更清静 雷鹰决心尝试宇宙缔结契约 随着咒说出自己的名字 两人之间的契约完成 被勇者队伍开除的雷鹰 在失去同伴和目标后 成功在猫儿娘身上找到自己